针对两岸福贸协议的争议 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应媒体之邀渴望面对面展开辩论 苏贞昌昨天隔空呛瞎 说辩论是好事只怕马总统不敢 今天马英九总统前往台中参访的时候 面对媒体的询问 总统强调他第一时间就已经答应要辩论了 我们第一时间这个 中时来问我们我们就答应了 那时间地点有敲定吗 我们会再来跟相关的人员协商出一个合适的方法 我们都愿意配合 就是面对面亲自的方法 对对对 原来没有不面对面的 好